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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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吃飽嗎吃飽嗎 聲音還清楚嗎 阿對!欸!這個啦!有喔! 給你們看一下要參加票選喔好不好 我們粉絲專業有四個圖 四個圖給大家票選齁 你要用那個表情符號 表情符號去選 這是我們穿其中一件 我們做有一點類似復古的印刷有沒有 來給你們看一下前面跟後面 不是好看的問題長恨 我什麼衣服到我身上都是好看的 今天也請你們看一下 這我私人專屬的 沒有要發行的 好啦那這個今天齁 我本來是不想再提一次 可是我覺得可能 我們先我再做個懶人包 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不好 M3懶人包啊 因為很多人說字太多 不要再血流成河了啦 那個就現在基本上齁 已經到這個一個一定的階段了 接下來我們就再往下一個階段走 沒有告一段落啊 我們還有在處理啊怎麼告一段落 這事情是不可能這樣就告一段落的啦 沒有啦其實也不是什麼謠言啦 其實也不是什麼謠言啦 反正就是大概齁 我們今天我們現在就是把 我們這一方的說法 跟這個車主這一方的說法都出來 讓大家去看好不好 那那個車主的部分 車主的部分我們也沒有跟他做修改 也沒有去擷取 就讓大家自己去公平好不好 可是這個關於我跟車主以外的齁 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處理 好啦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我忘記寫了齁 就是這個聲明忘記寫到 就這個事情齁 看我們也看出來 車主裡面是有一些抱怨的 那基本上 呃包含上個禮拜的事情齁 我小師每一次的直播 那都有在表示說 我們絕對知道說服務業齁 不可能滿足百分之一百的客人 那一個概念是至少我們是朝著 讓百分之百的客人都滿意的這個路 在前進齁 那其中也許有一些這個 如果有少數的客戶還不覺得我們怠慢了 那我們還是繼續改進 那也說聲抱歉這樣 那我是覺得其實整個事件發生起來 到現在我覺得 絕大部分人給我很多鼓勵 喔我收到很多訊息喔 欸他們都傳來說小師哥 我跟你講我也是服務業的 我完全懂 我完全懂啊等等加油什麼什麼什麼 阿漢服務很好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多人給我們這個訊息是支持的 而且我覺得看一看有時候覺得滿慶幸的 今天如果說在這樣一個公開的場合 有人出來說小師怎麼樣怎麼樣 那其實我去看的留言 我覺得大部分的觀眾朋友是願意相信我們的 有人會說欸我認識的小師哥不會這樣 我自己看的覺得滿感動的 大部分的人其實是願意理解我們的啦 也很清楚說我們努力那麼久 其實真的沒有必要為了 3000還是30萬還是這個300萬 來損害自己的招牌 這是真的啦 這是真的啦 好講完了 然後順便這邊也跟大家這個分享一個事情 有這個女粉絲齁 有女粉絲跟我反應 欸我是有女粉絲的喔 我講說有女粉絲齁 有私訊我說這個 你知道有我們的男粉絲 然後去找我們女粉絲的帳號 然後去私訊她跟人家聊天 安安想聊聊嗎 安安幾歲哪裡人 你也是小師哥的粉絲嗎 我也很喜歡小師哥喔 好不好 欸你們自重啊好不好 自重 我都還沒有私訊 你們他媽比我先私訊這樣對嗎 安安聊色嗎 我女粉絲我都還沒有聊到 你們就先聊走了 還讓人家來跟我反應 這樣對嗎 好不好 你們這些單身狗 你們這些色狼 不要看到人家是女粉絲的照片 就沒事就跑去跟人家搭仙 你們自己自重 到時候我告訴你 我就跟女粉絲要你們對話截圖PO出來 我告訴你 不要講的這個尺度太那個 不是 你要私訊女粉沒問題 你不要扯到我 說你也是小師哥粉絲嗎 你追她很久了嗎 你用這種方式 打著我的名號 那個女粉絲也是男粉絲 對 公我明天要去當兵了 謝謝你這段時間的照顧 我收到兵單了 好不好 你們自己修季節 不要打著我名號 你們自己去撕 你們要去撕你們家的隨便 要去私人家跟人家聊天 OK 如果女孩子也記得自保 你就看到那個 不行的 你們自己去把它封鎖 不干我的事 不要打著我的名號出去 打著我的名號成功率提升一半 你想太多 自己要這個自重好不好 君子請自重 我現在不是我愛紅娘 那今天這個 因為我今天打算要用一個這個room 有沒有今天我們的推播 用room我們開放call in 聊天啊還是你要問問題啊 現在我們請這個導播 導播處理一下 很會吵啦 都來都來齁 一個一個來排隊排隊齁 隨便抓一個來排隊排隊齁 你們全部加進來沒有人要講話 哇老闆老闆我有開了 耶 你是誰 我是VIP 住哪裡 你就看到你有連結我就上來啦 你住哪裡 我住台北啊 很近啊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邊視訊 你有空你就可以來這邊了 不是嗎 哈哈哈哈 好 有沒有問題要問我 來來來來 給你說一下話 而且沒有欸 沒 幹 你很亂喔 欸你們要準備一下問題問我好不好 我們現在這個開放你們問任何的問題 好 好不好 阿那個VIP不見了 換下一個吧 喔夭壽啊 好像很多人欸 好像很勞勵欸 裡面有幾個人啊 還好啊 19個而已 來下一位 有聽到嗎 恭喜你在線上了 哪一位 開現代了欸 真的假的啦 真的 真的啊 你開現代了 對台 欸 欸 超級他在開 哇 超級他在開 他在開 超級他在開 想問小師哥問題 好啊來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 介意二手胎嗎 我會介意啊 我還說為什麼好不好 像我這邊輪胎店沒有幫客人換 我都換新的 為什麼 因為 我跟你講新的跟二手 我假設你不是很誇張 很奇怪的尺寸 非常大 非常小 或是很特殊的規格 其實一個輪胎 全新的也就那個 2000塊到 6000塊左右 你都一般大概15吋 我假設15吋就好了 也就是這樣而已 依照廠牌不一樣 那我覺得 這個品牌不好便宜的輪胎 沒關係 但至少他是新的嘛 那你為了要省那個 1000塊2000塊一顆 你去換中古的 我覺得 反而 這種生命安全的東西 我覺得 不要去省這一點點的錢 車壞掉了 只是不會動而已 輪胎壞掉了 連人都有可能不動了 所以不要去省這個錢 主要是因為 新跟舊的價差 真的沒有那麼大 比如說 四個輪胎換起來 一個4000就好 44 16 16000 可是你換 中古的什麼新古胎 翻新胎 那個叫什麼 落地胎 你至少要1萬塊啊 我覺得差那個6000塊 雖然 對有些人6000塊很多啦 可是 拿他來換你的生命安全 我覺得就 蠻便宜的 好 謝謝小資哥 謝謝啦 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 好 下一位 下一位來 我是那個Ben Lin Ben Lin 有看到了 那個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的 Lexus 他上次在路上 撞到磚頭 撞到什麼 磚頭 對 然後 我想問一下 他說原廠要換鋁圈的話 一顆要4萬 喔 我想問說 如果要去外面 是用補土烤漆的方式嗎 還是看到什麼 那個要看壞掉的狀況 如果假設你只是 一些坑洞啊 小的鋸齒狀的一些破損啊 他是可以被修補的 對 小的鋸齒狀的破損 但是你如果是那個 放射狀的這個 鋁圈的本體有斷掉了 那我就會不建議你用修的了 沒有 因為他還是沒有斷 他是正常 那通常我坦白說 其實有時候像這種 一顆4萬塊的鋁圈有沒有 原廠他 因為只有原廠有這個形式 那通常會用的方式就是一個 就是去外面找這個 外面在坊間在賣的鋁圈 直接換四個都比他一個四萬便宜 這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就是去二手市場找 看看有沒有同款的鋁圈在賣 或是殺肉廠 你知道嗎 一個殺肉的概念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撞 車子報廢了 他可能剩兩個鋁圈啊 有些人他可能會 也跟你一樣的情形啊 他剩三顆啊之類的 那再來你剛剛講 如果只是破損的話 外面有廠家在做這個東西 修補然後恢復增元 然後烤漆 那我想請問他那個顏色會 會看出有色差嗎 還是之類的 基本上不能說沒有 因為他修復以後一定是用噴漆的方式 所以一定會跟你其他商科有點色差 唯一一個方式就是你四顆一起噴 如果你不要有色差的話 因為還是怕賣車會被看出來 我坦白說啦 這就要看你開多久賣了 如果你車還在很新的時候 你就要打算要賣的話 那有可能會看到旅圈去 那一般這個車你如果假設超過 六七年以上 通常二手車商在估車 不會那麼認真看你的旅圈 好了解 ok那我們把機會給下一個人啊 謝謝你啊 你坐在哪裡 謝謝台中 漂亮啊 耶台中好 台中讚 謝謝喔下一位 謝謝 拜拜 有沒有舉手來 下一位要講話的把他按一下舉手 舉手阿呆就讓你講話好不好 吳毅潔是不是 還是什麼 喂 那位 我是吳凱佑 吳凱佑 凱佑你好 來自哪裡 想問你喔 三點報 三點報 好 然後我想問你就是說 你不是說你都不幫人家簽名的嗎 對啊 那如果拿了二手聖經這本書可以簽名嗎 可以 這本書就可以簽名齁 可以 因為作者是我啊 對啊 給作者簽名 我如果出CD有沒有 發單曲也可以簽名啊 但是目前還沒發 哈哈哈哈 會發啦 會發啦 有一天會發啦 讚啦 讚啦 還有什麼問題有沒有 要問什麼問題的 再來是第二問題是 小飛哥有人跟你買車 然後跑去改計程車這樣子的嗎 有啊以前有啊 那他改完了以後你還會幫他修嗎 這個齁可能在買賣的時候 我們就要談好那個條件了啦 坦白說 因為基本上喔 計程車連原廠的保固條款都不一樣 都是不太一樣的 你看原廠不是都有幾年幾萬公里有沒有 所以我們賣計程車 我們也會給他一個說 好那我給你多久 然後幾公里 然後在賣之前我們都談定 因為賣我們就知道他要做這件事了嘛 對不對 那就談定說 如果幾萬公里內OK 超過幾萬公里就沒有辦法 就跟原廠一樣啊 那也是可以去你那邊修理嗎 可以啊 也不要說不要修理就好 可以啊 當然你跟我買的都可以在這邊修理 沒有問題的啊 你開計程車喔 不是啊 好奇而已 我不是 我是普通上班族 靠腰 我想說你要開車子 也是要多問 要問一些有車的關心的問題啊 好 還有還沒有什麼想問的 這個問題是 你以前我玩過四驅車嗎 四驅車 我來講四驅車我玩很短 四驅車柯P比較屌 柯P是四驅車的王者 下次我可以叫他拍一集專門的視頻 來講四驅車 哈哈哈 可以喔 在你的那個 那邊弄個軌道這樣 對啊 我來做那個軌道有沒有 然後看小屍汽車誰做出來的嗎 跑最快要不要 也OK啊 那如果去那邊我們也可以帶自己的車 我跟妳講我一定課金的啦 哈哈哈 對 戰鬥陀螺 我一定課金的啦 那就這樣喔 謝謝 好我們給下一個人齁 你們講話大聲一點 我聽你們聽得好辛苦喔 還是我看不夠大聲 Daniel WOW 哈囉哈囉 Daniel 在嗎 在在在在 好 你是從哪裡 住在哪裡的Daniel 我是新竹人 新竹的Daniel 你好啊 對對對 這個常常在關注我們嗎 欸對啊 你 不是開M3吧 沒有沒有沒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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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來 謝謝你 阿有什麼問題要來問我們一下 我也可以幫你問其他人啊 你要問老闆 你要問他待會兒都可以幫你問 沒關係泰山也OK 也可以跟泰山表白 沒問題 那個 就是說 我家裡兒才提廣 提廣 對然後 就是好像 平常就是開路上的時候 欸好像有發生兩次就是 欸前面明明沒有車 可是他A1B作動 對 對對對 大概差不多的地點 對 喔這個我以前分享過啊 那個是BUG啊 所以那這個解決方式的話 還是就不用管他 其實齁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以前跟你一樣 我一台賓士的A250有沒有 其實我在每天回家 我走同一條路對不對 他老是在同一個地方 就幫我踩煞車 我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 那後來我發現是那個地方有個斜坡 那可能是這個車輛角度跟偵測的問題 那我後來應對方式就是 我可能嘗試著走到那段路的時候 我稍微用不一樣的角度去走 或者是說我的車速放慢一些 那之後就會比較少遇到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覺得 目前我還不是很喜歡 有很多人跟我講什麼特斯拉跟車怎麼樣 其實我知道很棒 但是我還是不會去相信這個東西 所以所有車廠 他給你這個跟車的系統 他都跟你講這輔助 好不好 你還是人要自己小心 所以他也是不負責任的 萬一出了什麼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確定說你的感測器的部分 都沒有任何的東西遮擋到 然後確實就是那個地方的角度有問題 我認為這個BUG應該是沒辦法解決的 因為我那時候車速也很快 而且他也是平路 然後車速很快 那他到底偵測到什麼 可能那天 因為我那天是下雨天 我也不曉得說到底是 對下雨天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也遇過某一些車款在下雨天的時候 其實是會失準確的 其實是會失準確的 我有遇過一些車款有這種事 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個 就像你講的 是不是那個雨的反射等等 折射我不太懂 但是我也遇過下雨天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認為這有點難解決 因為你要去車廠跟他說 他又說你表演一次給我看 這樣他也不是隨時發生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很麻煩 其實好 那是你剛好知道 在那個路那個角度 問題是萬一下一次 它是發生在一個 你車速比較快 或是你第一次去到的地方 有時候其實蠻危險的 對對對 我就想說 因為ACC 因為ACC 那個TiGuan好像會 進學車的時候 好像會失效 這我知道 可是我沒想到說他AEB也會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AEB這樣突然緊急剎車 這樣子對後方來的時候 好像也蠻危險的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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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有的話 你也只能回原廠請他 看電腦上面有沒有什麼需要修正 那如果說 他跟你講你的版本最新 他也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其實 有時候真的蠻難去預測的 說實在話 真的是這樣 這個就是科技跟傳統 有時候衝突就在這邊 這真的沒辦法測 測不出來 了解了解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好 我不知道說是不是TiGuan 就是說一開始低速的時候 他好像就是 那個油門踏起來喔 不知道是油溫還沒上去 明明有150匹 就是他帳面數據是150匹 可是踏起來好像比較溫一點 你說在這個冷 你是幾年的 18年的 其實你的很新耶 所以你覺得在冷車的時候 你覺得開不出他那個150匹的感覺 是不是 對對對 但熱車以後你就覺得有了嗎 熱車好像要到一定的 就是可能到一定的轉速以後 高過於一定的轉速以後 他的那個速度感才會出來 這個依我上次開到的感覺是這樣喔 因為現在這個變速箱的感覺 我覺得他在 他有做了很多的保護措施 所以尤其是在冷車的時候 然後你低速的時候 其實起步是緩慢的 這個我也有感覺到有這個狀況 因為他之前變速箱可能有一些 修正嘛 有些問題 所以他做一些修正 所以我比較認為其實是他的保護措施 那你說熱了之後會比較 呃...開 我覺得可能某種程度有可能 第二個有可能是你的錯覺 其實他自始至終 我之前是 這個引擎跟變速箱的狀況 我覺得 我也覺得開起來不像150匹 我說實在話 對 你這個感受跟我感受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曉得說是不是渦輪的這個特性 像我開可能自然進氣的 自然進氣的他就是順順的踩多少 他就有點像給多少這種感覺 當然啦 渦輪好像要到達一定的轉速以後他才會 可是之前有試過那個1.0的 阿塔比亞也是同集團的 可是好像就 不會有這種問題 感覺 喔我懂 對啊所以我說這次新世代的 他好像有這種 感覺有一點 保護他變速箱的一種感覺在 其實渦輪我覺得倒還好 其實他們這渦輪都不是大的渦輪 都是小渦輪而已 所以其實我倒覺得 渦輪的特性跟渦輪池質其實 感覺沒那麼大 所以有可能你要透過晶片的改寫 可是你應該也快過寶了吧 你如果過寶你可以試看看說 做一個簡單的公油的一個調整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可以修正很多 只是說可能他的保護力就沒有那麼強 你如果希望你的車子可以用很久的話 其實原廠他設定的這個保護機制 可以讓你車開的更久 問題會更少 但你如果一旦把他稍微做解放的話 我倒覺得可能也許壽命會變短 也不一定 周邊的零件 OKOK了解了解 謝謝啦那我們就下一個朋友囉 OK 再見 你敢不接啊來拉迪賽 不好意思 來來來你好 你好 抱歉我也不是來拉迪賽的 你也不是來拉迪賽沒關係啊 我來看看有多麼嚴肅 還是要我發表什麼論文 來來我聽看看 我現在測試Infinity08年的M35 買的時候就是中標 所以變速箱有問題 變速箱有問題 FX35是不是 不是那個M35 M35齁 變速箱有問題 是武術手自拍 對 結果我去修了之後 結果那個什麼電腦 回原廠去換新啊 法體換整個整新了 結果現在入檔啊 跟那個一二檔 都還是會燉 燉的還蠻嚴重的 這邊修好啊 誰修的 這邊都比較不方便 不是啊我說是原廠嗎 還是外廠 是外廠的 專修變速箱的 然後呢 他最後建議我說 可能要朝節氣門清潔那邊 來那個再整理 那我會覺得這兩個是有關係嗎 沒有啊 他那個變速箱不是有保固嗎 我跟你講齁 來來來 我順便齁 太好了 Alan是不是 你這個問題 剛好我可以跟線上觀眾朋友講 這個我遇到蠻多次的問題齁 往往齁 我遇到好幾次 比如說客人他去修某樣零件以後 然後明明那樣零件可能是沒有修好的 可是回去再找店家的時候 店家又說你是因為其他的東西 然後影響這個東西 好啊這個東西其實我 遇到蠻多案例的齁 就是比如說你剛去的時候 這個變速箱比如說 我是假設因為我也不知道對方是誰 然後我沒有要破壞別人的那個意思 我只是說我蠻常遇到這種案例 說這電磁閥換一下就好了 結果電磁閥換完以後齁 比如說跟你報兩萬好了 換完以後跟你說 你這個變速箱電腦也不行了 變速箱電腦也燒掉要換 然後又要兩萬八 然後用了變速箱電腦完以後 然後又跟你講第三樣東西 然後你就一連串 當初只是為了修個變速箱 你可能花十幾萬 這個情形其實我以前也常遇過 我認為齁 你如果說有確定你在哪裡修 這個變速箱的問題 你有公單 那我建議你可能要 尋求第三方來鑑定說 到底是不是因為這次變速箱沒有修好 然後呢 來去跟原店家反應 然後必要的時候你可能 我講實在話 如果真的死不認賞 你可能需要走消機會 或者是法律途徑 要不然會一直被推到外面去 我覺得是這樣 Alan在嗎 有在 所以我認為你現在目前問題 就是找第三方 幫你驗證到底 是不是變速箱沒修好 懂嗎 懂 懂喔 對啊你不要再自己猜測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每次修變速箱費用都很高 然後我遇到好幾次就是 都是沒修好 然後又一直跟你說是別的 一直跟你說是別的 這個東西真的是這樣子 你要先佐證說 到底他有沒有修好 再來研究是什麼問題 如果確定說他變速箱已經修好了 那我們就從別的地方著手 但目前我聽起來我覺得你這個問題 還是變速箱 好啊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謝謝 謝謝啊 繼續支持我們啊 一定的 拜 來靜音的砍開 有 有 眾議員你啊 你眾議員開啊 有啊 新電腦不熟悉 不熟悉喔 我來拿什麼 其實 你之前在講說那個賣客 然後一些人在外面的 其實很多 做生意多 都剛才對 我跟你說 我看你後面的YAMA 我就知道我如果要跟你說這個 可能說到明天的講 說不完 我知道我常話短說 因為我們剛才有線上有同學說 你怎麼跟我們港學校 情義大到長又長 想要畢業很正 想要延避很正常 延避很正常 延避很正常我延避啊 我就延避啊 你怎麼有情義喔 對啊 我們那時候算 改治啊 算那時候算科技大學 啊 啊 那我比你比較老喔 我二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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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二專 我末大的啊 你末大二專喔 不過那個 畢業證書頭上就有什麼 那個 科技大學啊 那你 你不要甘騙 你拿那張出來招搖撞變的樣子喔 沒有啦 那張也沒什麼 那你店開地大 我在彰化 我人在彰化 欸彰化 你 我幫你拍一下公告 來店好是什麼 來我聽看看 你不要咧 不用 我覺得 如果太出名跟你一樣 不要 這樣做什麼 哈哈哈哈 AZ 痛三四天 那都沒有 哈哈哈哈 我是純粹來 來打敗賽的 打敗賽哪有去 我就是愛人打敗賽 不是啊 因為齁 因為太多太多的那個案例齁 都是 那些在說一條 欸 台語 台語可以嗎 台語OK 台語買通話 還是要說廣東話 我就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廣東話啊 其實大部分齁 大部分目前我在猜啦 線上的所有的 你的忠實觀眾 大部分也都是屬於課程 但是就是說 因為 大家一樣有在服務圈 然後 做行李 其實多多殺少都很多 對啊 這個東西 計較不完 其實老實講 像你說的那幾個就對了 就有跟他的事情 旁邊要在 外人摺米粉花燒 其實那個東西 不要 抵他就好啦 對啊 如果真的是太嚴重 像你這樣 我說實在有時候 我也是在等結果 你知道嗎 等你 你如果真的要提 這個訴訟的部分 我還是會有 有興趣了解 對 因為齁 我也剛才知道 我們就處理得很好 實際上還是有盲點 像你講的嘛 他開到某一個路段 會抖 你問他說 你開到多快 170 我哪有正常人 哪有說他去給他 7x7要170 對啊 那就是一個盲點 他說 我塞到某一個 他就對了 問題是 我們的服務角度 是說 塞到某一個 誰跟他在塞 我也相信某一個 問題是沒有人 塞車把他塞到那個程度 對啊 所以這個 可能就算車沒帶 手也在帶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東西 大家都會 對啊 不去先跟你說什麼 學長好了 因為我不會去叫你小師哥 叫學長比較親切 對對對 不要再歌啊 拜託你不要再歌 我現在聽到歌 我都感覺很壞 哈哈 我現在一家叫我歌 我剛才跟台哥哥說 我過號 等三個 還要等一時 我說好啦 過號 你當作你看好 可以過號 靠腰 因為新田就沒有設定 怎麼都這麼可愛 沒想到你 因為我是覺得說 老實講 我們一樣是服務圈的 我覺得 我們屏龍先生 我不認為你是很有良心的商人 但是 要真的跟你比良心的 應該也 你說你第二名好了 其實有誰敢說第一 我夭壽 我真會說話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如果想你百多台車 你還要關人四千 我是覺得真的是 沒有人去觀看 他不知道裡面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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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純粹 我沒有車子上的問題 因為 我們這一區 其實高手也是蠻多的 當然 變成說 對 所以我沒有 而且我還是要跟線上的這些 聽眾朋友說 其實有時候 你問小師 學長任何事情的話 都是紙上談兵 當然 最最最重要的話 就是 你如果覺得說 這間 覺得兩公兩公 好像 要理不理的話 其實就是 多方常識 就是說 那邊來試試看 好比三家 還是會有同溫成說 他了解 你在說什麼 甚至有可能 像我們做機車的 我可能上一台 就是跟你的毛病一樣 但是 就是人家說 就那個 刺兔馬要射到關都贏了 對啊 一分鐘你就是 騎驢一直在找刺兔馬 你也是一直騎驢 所以還是換一換 不然 紙上談兵 都是靠經驗談 那個都沒辦法去解決 你實際上的 車子的問題 對 一定是要檢查 一定要檢查 就是做參考 講講 就是 就像剛才有一個帥哥說的 他車感覺在輪胎 輪胎噪音大 但是你跟他說 你手腳愛去摸 像摸在屁股 摸在甘肌 他也不會摸 所以怎麼摸 不會摸 夾手櫃的就知道 我也不會 但是就是說 差異說你摸輪胎 真的也是要有經驗 不然我告訴你 我跟你做 你也不會 其實有東西 就算輪胎 我就算拍影片 一下一下說 其實你也沒辦法體會 真的沒辦法體會 有些東西 我現在跟你說這個車子 這個大腿的觸感 有多滑溜 你沒真的摸到 你真的也不知道 對 就請阿嬤 阿嬤阿嬤說的 你就 只看人家這樣滑在 一個滑在街邊 所以那個意思就是 那個情勢 跟你講而已 但是你實際操作 你也沒辦法 還是要多方嘗試去找 沒有 這其實就是 這個也是要經驗 阿嬤就是在賺這個經驗 阿嬤就是在賺這個經驗 阿簡單給你解惑 其實齁 真的還是要找專業的 這是真的 你的協力廠商 像範斃爭氣那位 我看的也是 真的你找很久 那也不是說你找一間 這個我們每一間 不可能 你的協力廠商也是 這個口氣就不行 阿嬤那個 班長你跟公司 他聽不懂 你也是在那裡 你不如再找一間 連你們也是會這樣 不是 我覺得現在的修理唱是這樣 如果技術要好 你還要跟人家會合 你知道嗎 有的人家 你跟人家說你就不會合 會合 你去說會合 我去說 所以我就說 我才會說 我都不會跟人家介紹修理唱 就是這樣 不是 有時候人家說的 不賺到八千錢 又不賺到幾乎 對啊 所以我後面都不幫人家介紹 你不是打電話 我是 第一個這個論沒用過 也說就試試運氣 不會啦 你真厲害 對啊 因為聽都聽到你的聲音 看到你的聲音 總是說大家 聽到好 你看 台港節打個氣 謝謝 聽到打氣 我就高興 讚 賀無謠很帥 我們說讚 有時候時光還突然 我告訴你 賀無謠很帥 老闆人 你到現在 目前你還是責任制 你二四點鐘是責任制 當然 對啊 我們下班 尷尬也沒有他的事 但是你就不行了 對啊 你看你比較近 還在責任制 你看 我在責任制 你在責任制 你是責任制 你是責任制 對啊 反正這個東西 就是沒有像你們需要 那麼大的腹地 哇 辛苦 辛苦 大家都一樣 大家加油 我們以前 大家都有影響到 謝謝 加油 健康快樂 拜拜 耶 我跟你講 這個蠟迪賽 我最喜歡 呵呵呵 這個講話都不會想睡覺 呵呵呵 有沒有 同溫層 學弟 有沒有看到 看到沒有 沒浪費 我們也是玩得有學弟 來下一位 哈囉 喂 聽得到嗎 聽到了 你的聲音最棒 我的聲音最棒 你的聲音最棒 為什麼 你是用什麼收音的 為什麼你聲音那麼棒 我用手機 不錯 太好了 您住在哪裡 住台北 可是我現在在河南上班 河南 所以你現在是越洋的 對對對 最遠的一通電話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第一天開放call in 就破紀錄 河南 我們也是有河南的聽眾 太好了 而且收音超清楚 比你他媽你們這些 住台灣的都還清楚 幹什麼鬼東西 你們這些聲音怎麼都亂七八糟的 請說 我是之前有視訊過你 然後在大陸買Infinity的那個人 買Infinity 不是啊不是荷蘭啊 荷蘭啊 靠腰啊 我記起來 荷蘭 Infinity那是荷蘭 對不對 對對對 不是荷蘭的 是China的 okok 有我記得你啊 你車開的怎麼樣 我記得是Q50是不是 不不 G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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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記得你找到那台車況還不錯 的感覺啊 對 對還不錯 現在是有個問題啊 對 是我的那個 前他前後都有那個 雷達 就是靠近靠近東西 都會叮叮叮叮叫 對 然後現在是有下過雨之後 沒有東西他也在滴滴滴叫 這可能是啥原因啊 然後大概要怎麼修 我跟你講 他那個 我記得這個應該有六眼的樣子 就是感測器啊 感測器我記得有六顆 沒有前後各四顆 總共發生 你只有四顆是不是 好 那就是他一邊四顆對不對 應該是其中一顆 有霧偵測 所以要把那顆揪出來 直接換那顆就好 還是換一套 沒有他換一顆就好了 好的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你那邊現在有沒有水患啊 水患那天 我被困在路中間 我在車上睡了一個晚上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 是我要離開公司 我先涉了一段的水 然後那個 是我離開公司 然後有一段路已經淹水了 然後我為了要去開車 然後走出去的時候 水已經用到胸口了 車沒有怎樣嗎 沒有我停的地方是乾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直接開車回家 公司那邊看起來有點危險 開車開一開發現 前面那條路淹了 那不行 逆向回去原本那條路好了 結果逆向回去 原本來那條路 也淹了 我就卡在路中間 睡了一個晚上 所以那個 不是假新聞 我以為是 虎爛的 就真的是有淹水啊 真的是有淹水 到我胸口 我170公分的水淹到我胸口 淹到胸口啊 天啊 我怎麼講話也變得跟你一樣了 哈哈哈哈 那他真的有封起來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目前應該都正常了吧 都正常 大概三四天 水灰全部全部退下去 有好幾天 直接停工停了兩天 就休兩天再清理一下這樣 對 有些路根本就過不去 然後那個是 新聞應該有報一個 金港的那個 隧道 地下道 對 那個也是真的 那也是真的啊 裡面應該有幾千台車吧 對 你都多久回來台灣啊 以前疫情之前的話 是 一年可以回去七八次 現在可能 現在不行啊 現在來回隔離 你什麼假都不要放 你光隔離叫四十幾天啊 公司比較難讓你 這麼頻繁的來回 那就 一年只回去一次而已 那你是這個 整個家庭過去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自己一個人過來 所以你結婚了嗎 我跟一個大陸人結婚了 OKOK 那就還好 有人陪就OK 我怕你孤單啊 這還好 怕你孤單寂寞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啦 那你加油啦 離鄉背景也是很辛苦的 嗯 好謝謝小石哥 好謝謝喔 下次見喔 謝謝 嗯好拜拜 我跟你講我知道這種離鄉背景痛苦 我以前也是 待過大陸一陣子 好不好 我覺得這種 我這個人就是怎樣 愛家 顧家 我下班了我就想回家 好看看我這個可愛的小狗可愛的老婆 好啊你叫我離鄉背景回家這個 到一個孤單的房間 我真的覺得 過得很無趣 好謝謝小石哥 欸今天這個直播就在這個 進入尾聲好不好 下個禮拜再排隊 那我們先把這個論撤掉好不好 謝謝大家喔 沒排到的下次 欸先撤掉 先撤掉 我跟你講喔 以後我再想說這個 有機會有沒有 我們就會多開這個直播 好不好 以後等我這個 家裡裝潢好 我這個公司的直播室跟家裡 因為我在這邊弄到10點 11點12點 啊那個老婆小狗什麼都 對小貓什麼都還要回去 回去休息 所以也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打迪賽就好 啊我如果打到12點1點 我是沒關係啦 我是很愛打的啦 好那以後如果家裡這個設備 我把它弄好有沒有 好等我家裡整理好 然後我們在這個 看能不能在家裡可以開直播 好啦大家晚安喔喔 拜拜囉喔 晚安晚安 大家晚安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